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每年旅游季的时候 这里就会涌入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 云南的交通也还是比较发达 机场就有14个之多 年吞吐量达到了5800万人次之多 其中昆明 丽江 西双版纳 大理 芒市等 五个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到百万以上 位居全球第一 除此之外 这里的著名景区有丽江古城 重圣寺三塔 石林等等 云南不仅风景非常美丽 而且气候也非常的适宜 就算是在七八月份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这里的平均气温都只有20度左右 冬天最冷的时候 最低气温也只有8度以上 所以这里也是夏季避暑 冬季遇寒的好去处 云南的滇菜也是一大特色 它的口味有点像川菜 但是又跟川菜不一样 川菜多以麻辣为主 但是滇菜的口味却是偏酸 微辣 微麻 清香回甜 讲究原汁原味 如果有机会去云南旅游 一定要尝尝这美食 本期的《芒果王世界》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击订阅 关注 评论和转发哦